所以从这种情况上来看呢 如果你单纯只是为了一个自由通行 那么我在国内呢 去申请一个这个英国的多次往返 我也能实现180天 我也能实现180天自由通行 所以从作用上来讲是一样的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这段时间呢有非常多的网友啊 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呢 过来跟我咨询 那么不管是这个移民的还是入籍的 那么咨询过程当中呢 有意无意的都会透露出一条信息 那么就是反映啊 这个中国的护照不怎么好用 不怎么好用 所以呢今天呢 我觉得有必要呢 就做一期视频啊 专门来讲一讲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护照 它不好使啊 为什么中国的护照不好使 首先呢我需要纠正一个观念啊 并不是中国的护照不好使 而是大陆的护照不好使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啊 所有的这个地区啊 全部摊开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清晰的看到 那么中国呢 他的这个免签证和落地签证的国家 大概是80个 那么我需要告诉大家啊 并没有80个这么多啊 这是把这个公务护照啊 就是因公护照的这个免签证国家也算进去了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是因私护照啊 就是你包括旅游啊 这个探亲访友啊 那么大概也就是56个左右 那么并且呢 这个中国的因私免签证啊 或者是落地签证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 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反观这个香港 澳门 那么一个呢 达到了这个155个 那么澳门呢 是138个 那么就连台湾呢 都是134个免签证 或者是落地签证的国家 所以呢 从这来看的话呢 这个并不是中国的护照不好使 而是大陆的护照不好使 那么这里呢 可能有很多人会有疑问啊 为什么同样是中国 那么大陆和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这个落差 怎么会这么大呢 原因很简单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需要跟大家去强调啊 那么这个护免签证呢 它是一个双边协议啊 是一个双边协议 那么双边协议的概念就是呢 就是你要同意 那么我也要同意 那么作为这个 这个香港和澳门 那么之前呢 是因为一个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另外一个呢 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么他们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呢 他已经存在了一些个 就是后面签证的这么一个经验 啊 后面签证的一个经验 那么包括这个台湾也是一样啊 那么他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他就一直存在这种经验啊 所以呢 就是当这个香港澳门同意你来 那么别的国家呢 也同意香港澳门你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双边协议就成立了啊 这个双边协议就成立了 那么这个呢 是根据很多的内容啊 根据很多的内容达成的一个协议 那么相反的呢 这个大陆啊 他和很多国家啊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嘛 那么大陆呢 大概只跟80个国家当中的56个啊 有这个因私护照的啊 因私护照的这个免签证啊 或者是落地签证的这个双边协议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是有很多国家跟中国是没协议的啊 没有协议的啊 比方说大家最想去的美国啊 最想去的英国啊 澳大利亚新西兰跟中国都是没有协议的 那么可能会有人这个提出这个疑问啊 那中国为什么不签协议啊 中国为什么不签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包含的因素特别的多啊 那么这些因素包含了什么呢 它包含了这个政治 军事 宗教 经济 等等等等 我们就从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层面来讲 比方说政治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咱中国呢 一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国家啊 中国呢 一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国家 咱先不管它实质上现在是不是啊 但是呢 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认为中国是这个共产主义国家 那么当某一个国家 它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跟这个共产主义相对的这种 在政治上的不能够这个融合性啊 不能够融合性 那么导致了这个互免签证 无法实现的啊 这种情况啊 比方说中国和这个啊 这个美加奥新啊 他就没有这个互免签证协议 那么这个出于政治的原因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同样的呢 属于像我们中国一样的啊 也是共产主义国家的 你比方说俄罗斯啊 他也的 他也没有这种跟西方国家的这种互免签证协议 包括像朝鲜啊 像越南啊 包括像这个古巴啊 他的这个互免签证协议呢 之所以没有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 都是跟政治有关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军事 那么大家都知道哈 美国呢 他的这个军事非常强大 那么同时呢 他有非常多的盟友啊 有非常多盟友 所以呢 在美国仅仅的只有38个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当中 绝大多数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啊 绝大多数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啊 比方说这个欧盟的大部分国家啊 欧盟大部分国家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啊 所以呢他们会出现在这个去美国的免签证的这个名单上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宗教啊 那么宗教因素呢也是这个互免签证协议当中呢不可或缺的啊一个因素啊 比方说中国和凡帝纲啊 中国和凡帝纲就没有这个后面签证协议 但同样的中国和凡帝纲呢 他也没有建交啊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啊 因为凡帝纲呢 他是这个教宗啊 所管辖的一个区域啊 算是一个小国家吧 但是呢 那咱中国呢是一直不允许教宗呢 他去任命在中国的这个主教啊 一直不允许他任命主教啊 所以呢 在这个宗教上面呢 他有一些个摩擦和隔阂啊 导致于我们一不能建交 二不能免签证啊 那么相同的 你比方说是在中东一些国家 像是什么这个啊 以色列啊 像是什么这个这个巴基斯坦呢 啊 包括伊朗啊 相互之间呢 有那种教派斗争的时候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免签证 就是不存在的 免签证就是不存在的 像沙特阿拉伯跟伊朗 他肯定就是没有免签证待遇啊 就是没有免签证待遇 那么其次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经济 是经济 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呢 这个小国家啊 人口比较少的国家 没有这个支柱产业的国家 那么他的这个免签国一定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大量的依赖旅游业啊 大量的依赖旅游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像什么这种加勒比的一些个海岛国家 就是这种体量比较小 人口比较少啊 没有这种核心的这种支柱型产业的国家 那么他来提高这个经济上的收入的时候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互免签证之下带来的这个旅游啊 带来的这种旅游收入啊 所以呢 这以上这四个方面呢 是最主要的这四个方面啊 所以呢 在中国的这个 互免签证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么也有很多国家呢 在中国是这个 免签证的啊 在大陆是免签证的 那么包括你像海南岛的啊 包括你像是这个过境这个24小时的啊 这种他也属于免签证 但是他开放的幅度并不大啊 开放的幅度并不大 那么种种种的这个原因呢 其中的几点啊 那么中国的这个社会体制呢 啊 他是比较讨厌啊 有这种像是这种啊 国家主权颠覆的这种目的的国家啊 能够自由的出入的啊 你像美国的话呢 经常去搞一些个国家颠覆对吧 那么他会利用这个国家的这个矛盾啊 所以呢 就是当中国不给美国这个免签证待遇的时候 那么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免签证待遇啊 那么这个呢 是从这个比较大的方面啊 去谈的这个问题 那么比较小的方面呢 可能就跟我们这个个人有关系了啊 那么所有的国家呢 他在这个啊 签订啊 这个免签证的这个双边协议的时候呢 他都会考虑 那么对方国家的人民啊 在我这个国家当中的一个非法滞留率啊 非法滞留率 呃 比方说美国他在签订这个双边啊 互免签证协议的时候呢 他都要求对方的人民在美国的非法滞留率啊 要低于百分之三啊 或者是低于百分之二 那么他呢 就是尽量的呢 就是说是需要这个国家呢 呃 这个人民啊 再去旅游啊 工作呀 啊 探亲访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啊 不要黑在当地 而恰恰相反呢 那么中国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啊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有特别多的这个人啊 是黑在当地的啊 不管是黑在美国啊 黑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个欧洲等等的这些国家啊 中国特别喜欢黑啊 特别喜欢黑 呃 所以呢 就是在很多国外的这种啊 非法滞留的中国人 那么他们呢 给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互免签证协议呢 呃 算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啊 也算是做了一个贡献啊 就是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给中国免签证待遇啊 那么这呢 也是其中的一条啊 也是其中一条 因为中国人黑在外面的太多了 啊 打黑工的 假结婚的啊 等等等等吧 那么这些个呢 都造成了一些个负面的影响啊 导致于我们的这个互免签证协议啊 没有办法签订啊 那么这个呢 也是原因之一啊 也是原因之一 呃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作为世界上来讲的话 这个呃 排名比较高的啊 互免签证的这个国家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么沙特阿拉伯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 他是从这个护照指数啊 就是护照好用的这个程度上来讲 他是排第一的 他是综合的这个国家比较多啊 他是免签证118 然后呢 他的这个落地签是60啊 落地签是60 那么其次第二名呢 就是这个芬兰和卢森堡啊 芬兰和卢森堡 那么是这个免签证呢 是127 啊 落地签呢 是44啊 之后呢 就是像德国呀 什么丹麦啊 荷兰啊 爱尔兰啊 等等这些国家 那么咱中国呀 在这里面呢 是排到第50名 中国排到第50啊 56啊 中国排到第56名啊 那么和这个莱索托啊 这个国家是一样的啊 莱索托这个国家是一样 咱是免签证47啊 落地签呢 是33啊 总计呢 就是说是有80个吧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啊 这80个并不是全部都是这个因私护照的这个免签证啊 中间呢 大部分呢 都是这个呃 银公护照啊 那么里面呢 排名最低的就是阿富汗啊 阿富汗的话呢 他只有五个免签证国家啊 你像伊拉克啊 也是啊 叙利亚 索马里 巴基斯坦 也门 也门 苏丹 北朝鲜 利比亚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互免签证呢 他所涉及到的这个因素啊 非常多啊 涉及到的因素非常多啊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护照呢 他为什么不好使呢 那么我相信呢 大家看到我的这个视频之后呢 也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了解啊 也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所以说呢 就是当中国呢 在这个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啊 包括这个非法滞留率这个方面 如果没有提高的话啊 或者说没有达成共识的话 那么这个双兵协议呢 就很难达成啊 很难达成呢 你就做不到这个自由行啊 世界自由行 那么这里呢 我还是需要跟大家去纠正一个观念啊 这个免签证国家的多少 他和你建交国家的多少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你免签证国家的多少 跟你建交国家的多少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家也需要去明确啊 互免签证 不代表啊 你可以自由的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定居啊 自由通行不代表可以自由定居啊 所以呢 就是大家把这些观念搞清楚 那么这里呢 我需要顺便提一下 那么有很多朋友呢 他因为这个自由行的这个问题啊 他觉得办护照很麻烦啊 所以呢 他他想去办一些个什么加勒比国家的小小国护照 为什么因为通行的国家比较多啊 可以免去这个办护照 办这个签证的麻烦 那么这里呢 我需要跟大家讲 基本上来说就是得不偿失啊 得不偿失 那么办一个小国护照呢 少则十万美金啊 多了呢就没谱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办签证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千把块 几百块就可以了 你从成本上去衡量一下啊 从成本上去衡量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拿到了这些小国护照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有可能需要 这个注销你的中国护照啊 那么所以呢 你要权衡利弊啊 权衡利弊 看他到底有没有作用 那么很多这些小国护照呢 他实现的这种自由通行 不代表你可以在别的国家自由定居 你比方说加勒比的这个多米尼克啊 多米尼加的这些护照 那么他呢 去英国呢 他是有180天的免签证待遇 那么这180天免签证待遇 不代表你可以在英国自由定居啊 所以从这种情况上来看呢 如果你单纯只是为了一个自由通行 那么我在国内呢 去申请一个这个英国的多次往返 我也能实现180天 我也能实现180天自由通行啊 所以呢 从作用上来讲是一样的啊 从作用上来讲一样 只是手续上麻烦一些 OK 那么我希望呢 我这个视频呢 能够给很多对于这个中国护照不好使啊 提问的这些朋友呢 一个答案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